一开盘就土石流 护国神山台积电下跌19元 因为富爸爸股神巴菲特大到一挥 还没高歌就离席 纵函86%的台积电ADR 持股比例胜不到0.3% 让小股民脸都绿了 短期的立功的影响 使得今天的盘式相对都比较弱一些 个股的部分倒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 不过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台积电的基本面当然无庸置疑 全职股台积电带头下沙 也让数日大盘跳空开低 下跌156点开在15497点 接连跌破五日线十日线 失守15500点关卡 但股东员工心情大不同 因为台积电董事会拍板要分红啦 光去年业绩涨金酬劳算一算 就有1214亿相当惊人 以员工数6.5万人预估平均每人 可领到186.8万 红包到手让人好羡慕 原月份的营收公布出来是 虽然是达到2000亿 由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根据台积电的这个采测 第一季的营收 如果没有调高采测的话 那么2月份3月份可能营收就会下滑 在今年科技产业环境比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 这个可能会导致巴菲特不愿意 长期持有科技股的一个想法 营收创新高当然要犒赏员工 但小股民上等股价反弹还得等等 毕竟碰上巴菲特反手大卖 短期内将影响半导体族群 加上美国通膨人高 台股短线上档压力也沉重 环宇新闻吴怀恩陈品珍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